大家好,我是巴仁 今次開箱速遞就跟大家介紹這套 Skelet 最新推出的滑雪人仔 這套裝的名字叫做Brumala 就是拉丁文,根據Google Translate的翻譯 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冬天的意思 我用Google Translate播一次給大家聽 Brumala Brumala,我也讀不適合 這套人仔其實我覺得... 先給大家看看 這兩輛車當然不包 這兩輛是示範車輛 滑雪關車什麼事呢? 我都很好奇 看一看,是挺過癮的 先讓大家看到 有三個人仔,再加一個書包 書包我覺得擺旅行車最漂亮 找了一個Legacy TLV的Legacy 這個稍後再說 其實有個人仔在GIMI裡面 也是一個開車的人仔 跟之前一樣 可以做到手的上下動 但都是要配合車的 最好當然是放BM這些 尤其是開到頂的車款 最好就是這樣 這個稍後再說 再說到後面的人仔 你會看到是拉 讓一輛車拉著來滑雪的 你會看到 咦? 為什麼可以這麼自由地動動 其實就是因為它用了鐵線 總之兩邊是用鐵線扭著的 它還有一個叫做 給你可以放著的車身 只放著就不夠 我建議觀眾 像我一樣 我會用鐵線扭著 你用鐵線扭著 要不就是這樣 要不就是這樣 要不就是整齊 整齊的鐵線扭著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移動的話 如果你只拍照就是拍頭的話 如果你這樣拍這個方法 我建議你撿小一點 鐵線扭著 但如果你是這樣的方法 拍起來 這樣拍起來 這樣就不用撿得那麼漂亮 你看這個BooTap就 我出來也不錯 那當然啦 你會發覺 阿巴人 你沒有雪地 你在一個硬地玩這種東西 是不是很無聊 不要緊 Scalette那邊 就已經包了一個雪山景 再加一塊板 上面是一個雪地來的 當然也有滑雪滑過的痕跡 等一下再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空間所限 我們就介紹人仔 再介紹場景 所以Scalette這盒就是這樣 總之它給你一開盒 就已經可以玩了 基本上 那當然了 你叫大架車 就像上次Apex 那樣 它是賽車手 那你就準備一架賽車 我個人建議 可能找一些白色底的賽車 例如說 Lancia 或者保時捷 Martini那些 那類型 還有什麼是白色拉花 我建議這兩架好一點 其實沒所謂 Martini Martini花一定襯 除了這個之外 這次這個 其實如果你有這個 我覺得挺有趣 其實我一直在想 因為這套一出的時候 等一下再說 給大家看看 底部有坑紋 這個就是滑雪板 這是人企滑雪板的坑紋 至於這個 其實也有另一隻坑紋 隨便 照拿起來給大家看 對 這個坑紋 沒有那麼深 看看能不能拍到 這樣拿給大家看 有少少紋 這個 那個比較漂亮 看到可以這樣拖著 當然 隨時可以換 我用Jimmy的原型 因為它是士啤梯 剛剛好可以頂著 你說ERRAR卡 其實都可以 我試給大家看 我已經準備了ERRAR卡 隨時換給大家看 ERRAR卡 是新版Jimmy 拿出來就留意 我怕弄斷這條鐵線 因為這些鐵線 我覺得 某程度上 你始終都會擺 為什麼會怕它爛 始終 不是100%寒死 它不是鐵撞鐵 它是鐵撞膠 我會有點擔心 所以 玩的時候 輕力一點就可以 不要 如果你要扭它的話 盡量你 就 在鐵線的部分扭它 不要抓住它 在那裡咬 否則 抓住它 在那裡咬 應該很快玩完 除非 按下去 就可以 只按下去 抓住它 應該可以的 出來 看看如何 但你要注意 BOOTAP 這份量 又不可以太少 太少的話 它就黏不住 好像現在這樣 太少的話 它就黏不住 沒什麼力 黏上去 對 用少少BOOTAP 對 馬上掉 少一點也不行 根本要用這個來黏 如果少一點BOOTAP 也不行 可能有些BOOTAP 就太少了 我示範給大家看 轉了車 照顧你的車尾 有多少位置 糟了 壓不住 對 這樣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亦都可以轉車款 亦都可以這樣 換另一部 JIMMY上去 糟了 真的黏不住 所以如果我建議 要是有 士啤胎盤 你選一款 我覺得最佳示範車款 就是這款 因為它那個 士啤胎 壓出一點點 剛好可以可以 摺到你這個頭 頭大約這樣 你讓你剛好摺到頭 就算你快跌跌跌 你還有一個 BOOTAP 一貼不住 還不可以摺 我猜不到 竟然BOOTAP 這次貼不住 可能我一會兒再研究一下 我都沒有為意 我見BOOTAP 一搭上去 我都沒有想過 黏得不住 可能BOOTAP 要多一點BOOTAP 才可以 它不可以 靠一點BOOTAP 定住 不行 這個就這樣放在這裏 這個就 充滿給大家 一小看 最重要充滿給大家看 這個人仔 這次的細節都可以 顏色都沒什麼大問題 滑雪板 金色滑雪板好像都很少見 你看到滑雪板是鮮色 又好像那麼深 手工都可以 我告訴大家 這個本身這個 這個本身 我覺得出來都不錯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差一點 背部的顏色就差一點 但是不影響 通常都是我個人建議 就是這樣 我喜歡這樣拍過 就是拍著它 被車拉著 就很少我這樣拍 不過這樣拍其實也不錯 就是這樣被車拉著 這樣滑 都可以的 對 倒了這個人仔 給大家看看 或者這樣看 拍到 對 出到來都可以的 嘩嘩嘩嘩 嘩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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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 嘩嘩 這樣就是了 我先撩一撩開它 人仔 哎 等我看一看 他要撩出來 應該就 我擺得太好了 這個人仔 而且 它的頂子剛剛好 我剛剛好 很小心放進去 再給大家看看 這次這個 這次這個也挺帥的 可以 就算你說滑雪那套 你買回來 不適合 這個也適合的 這個也挺帥的 這個也挺帥的 因為上次 外面就出來了 快點 接下來 這個放進去 還是可以 放進去 哪裏 拿回去 再看看书包 书包我覺得油就差一點 感覺上不太好 但大致上都可以 书包的話 細節都做足 線條我不太明白 可能線條不太出 可能油太厚 我覺得油會略厚一點 令線條不太出 但這樣放上去也OK 只要出來這樣 沒什麼大問題 书包我覺得是油厚 線條不夠出 其他人仔那些我覺得很辛苦 大致上都不錯 先放在一起 人仔放進去 再給大家看看 其實效果出來也很漂亮 我覺得 先看看 這個人仔也很難 這個人仔我覺得 我現在示範一次 會麻煩一點 因為人仔放進去 這個都應該算容易 放在這類型的車上 不過開始 最少裏面有空間 讓你召開 放的 суд 要將隊伍放進去 其實如果要搖正它又不是花很長時間,我想應該一會就搖好了,先放正 給大家看看這兩個人,這個其實就是我覺得這個本身其實我覺得出滑雪,其實現在眼見就一比六十四就越來越多 飛,即是不是直接關車士的人,即是滑雪,其實滑雪已經是一個跟車沒有什麼關係的一件事 但放在一起出來,其實效果有幾個,尤其是可以這樣用車來拖著人來滑雪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這件事,但我猜應該有的 因為你說被船拖著來滑水也有,那為什麼不能被車拖著來滑雪呢? 我覺得這套東西也挺過癮的 現在其實看到越來越多不拉耕,例如說TLV最不拉耕的,剛剛好今天的update就是 就是它最好例子,剛剛好今天的update就是,有個人場景系列,DICO那邊 就弄了一個結婚的什麼,即是結婚花車就找了一輛Fair Lady,原祖Fair Lady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血來潮,原祖Fair Lady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血來潮,原祖Fair Lady 或者好像之前那些什麼呢? 即是它再上一水就更新就有出到一個,什麼東西? 賽車的,賽車的都不緊張,但例如說,新年祈福那些,那輛A80那些 那些都是什麼,它要將它生活化了,那其實我覺得如果人仔的東西,你生活化了它 反而就有創作空間在那裡,雖然會本身有個,其實原意就是用來襯托那些車 但當它發展到一樣東西,是跟那些車一樣這麼精彩的,就這麼多之多彩 我覺得又不是一件壞事,至少1比64這東西,這個scale的東西是有一樣東西可以怎樣說 多樣東西去給人做一個切入點,我覺得是挺個人的 即是起碼有些人說,咦,那些公仔挺有趣的,從而又玩了一些車 那我覺得都是一個挺好的東西,不過我覺得通常入得坑的,本身也是有玩開車才會入坑 好像我說是一個不玩開車的會入坑,但我覺得都沒有說不好,其實有人仔 其實這東西也是有限了一段很長時間的日子,關於人仔的東西 即是由我剛剛開始玩1比64,那段時間是沒有什麼人做人仔的 即是可能只有TLV那些,甚至更加,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我用按鈕來用,絕對不會有觀眾覺得我說錯,就是TOMICA那些 但你是用TOMICA那些跟TLV一起玩,我好像沒有這樣做過 但如果真的要的話,還是算了,你不會這樣做 其實TOMICA舊製舊款的那些人仔是OK的,即是瘦身的 後來TOMICA湯的那些,新的那些人仔大隻了,就弄得完全不適合 讓大家看看背景,有一塊白蒙蒙一片的雪,這個就看到它的痕 不是立體的,是平面的,但就這樣看都可以以解亂真的 一條痕地去到這裏,那人仔應該是這樣放上去的 應該出來應該是這樣,我看看拿開這車,沒辦法了,地方選擇 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可以了,是不是 連車仔都不用準備,你要即場即開即玩,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有車的,在旁邊放在車上滑雪就可以了 那它還有一個雪山景,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雪山景就可以了 可以了,其實還有很遠的,我拉開這個鏡子給大家看 哇,是不是很橫位呢 其實我覺得它有很精心設計的包裝 其實是,底沒有東西的,底沒有東西的 就是一個盒子用海綿裝著它 就是它已經幫你解決了Storage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很多人仔,例如散裝 或者一些它本身有packing,但那些是開完生不回來的packing 例如說,美國人仔,無論什麼牌子,美國人仔都是這樣的 開完生不回來,因為它那些是釣卡裝,開完生不回來 其實現在最好就是這樣的,有盒子靚靚靚靚的進去 是不是主要有磁石的 幾grand啊,是不是 都不是,都是賣你百多元而已 我沒有記錯在現時怎麼看,好像都是白鬆一點 那你脫下來也是差不多 我覺得這次,又不是說沒有扣分位 所以是它輸包,我覺得會差一點 會失色了,尤其是輸包,即是你的車輸這些輸包 市面上這麼多競爭者,這個我會覺得類型是失色的 即是它有沒有一些油不漂亮,不是 但問題是油好像感覺上太厚,沒有什麼線條 還是它本身的底是沒有什麼線條 即是底的設計應該是漂亮 但那些輸包可能的油或者面頭的效果沒有那麼漂亮 但其實你說油,那些就是我覺得是線條不出 線條不出的話,其實已經可以了 我覺得只是純粹說書包,線條不出就已經可以了 那今集就大致上是這樣,那下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